哈喽大家好 今天要化身美食博主了 看到后边这个牌子长对了没有 我们去看一下 这家店的位置 这里是第二中学 然后 哇 这么长得对 在这个地方有一家店 据我朋友说 这家店已经停业了一年多了 这两天莫名就是突然间又开始重新营业 然后当地的就是这边基本上都是当地人在排队吃 所以说我们今天早上也是过来要吃一下这个 到底有多好吃 我朋友说这是全云南它吃过的最好吃的米线 我走近了 大家看一下 基本上全是当地人 没有游客 没有游客 排了半个小时 终于排到了 这个队伍比刚刚来的时候更长了 然后看一下 看 都在路边吃 全是小凳子 都在路边吃 然后里边桌子就一两张 两三张吧应该 然后也有在这边吃的 自己蹲着就可以吃 这边 十一 十三 还卖自制扫子 有可能它这个扫子是非常好吃的 没什么种类可以挑 就是一个种类 来搅拌一下 哇 拌好了 来尝一下 到底有多好吃 哇 它家的这个味道 就是 就是什么都是刚刚好的一个状态 香味 辣味 然后这个 肉汤的这个味道 也不重 也不轻 什么都是刚好 反正水准之上 但是你说有多经验 我倒没有说多么惊艳 但是绝对是一份好吃的米线 可惜啊 刚刚它这个米线卖完了 现在只有米干 这个米干的话吃起来就是 会软一点 它这个口感不是那么爽 可惜啊 但是这个米干也还蛮好吃的 也还可以吧 秋货刚刚开始吃的时候一样 当时又没有觉得多么惊艳 但是这碗米 这碗米线啊 米干 吃到最后有点 有点意思了 你看我已经吃完了 一点都不剩 很多米线它吃的 就是刚开始吃的时候特别好 你吃到最后有点腻啊 或者是有 那个味道 有点就是吃得够够的了 但是它这个的话 你吃到最后还是很清爽的那种感觉 就确实特别好 现在它还是排着长长的队 然后这家店也没有招牌 特别神奇